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以江西平乡丧利的一个 4A级的一个风景区 虐荣洞 江村是停在停车场之后 走的步道呢 旁边都是一个设计的小喷水池 那我们就一路的往 路口出路的方向走过去 这里是一个阳西山逆龙洞风景区 4A级景区 4A景区 武功山是5A级 阳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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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寒买的 咱们呢 在这网上 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播了 把直播打开 你搞直播吗 哈哈 好 好 这网上的就是马途道的 好 不 这个 就是 灭龙洞 这边晚上会有人表演 让我体费成心 这边下来 全地长呀 你看这是水花 水花是的 你看这是水花 还有种水水 这边 few 我要将粘子说的吗 收的吗 这边说的收的呀 那边说的收 我说的收的了 削几道里 我说的收的了 挤得熟了 是陽崎山的一個簽名牆 我們在在義龍洞 就是讓人家簽名的 我當然是入盡隨俗的 阿蘇出現了 目前所在的是陽崎山列龍洞風景區 目前所看到的是 它一個遊覽全景圖 那它這邊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水舞的一個 一進門就會看到一個水舞 這邊是要買門票的一個景區 屬於中國大陸4A級的一個風景區 那這邊呢 要進去的時候要憑門口這邊買票 這是它一個風景區的一個 互聯的票根 那轉過來 這是它一個景區的票 那我今天來到江西平鄉的 他們這邊有兩個景區 第一個是武功山 第二個就是陽崎山的內龍洞 這一個五星級 一個四星級 那我們可以進來看看 這邊的一個感受 唯一的缺點 聽說全程要走很遠 但是以我的腳程呢 我可能要走到天黑之後才走得出來 所以說我把算半途而廢 沒辦法 走太多了 首先要爬街梯上去 那看到很吵雜的聲音是 它在景區這邊會有辦活動 在蠻遠的一個舞台上 晚上這個景區還會有表演的秀 那現在它那邊有 一辦一個簡易的一個遊戲 那就讓人家一般的遊客參與這個活動 這是要進去的一個路口處 我們必須爬一點樓梯往上走 就爬個街梯 這邊是他們景區的一個 4A級的一個標誌 4A級的一個景區 那在2017年批准的 這是天下第一洞 我目前鎖到龍洞了 哇!還要往上爬 我就視頻先拍到這就好 內容洞的全長3公里多 所以說我把這個影片分為好幾個階段 那我因為現在做的是第一階段 後續呢進洞之後還有其他的部分 請您繼續看下去 請您繼續看下去 1 2 1 3 4 3 4